当黎明的曙光唤醒城市的酣眠 上班族匆匆涌上街头 用口味各异的餐食填补着肠胃的空虚 中国人久经考验的身体 便开始了一整天化学实验的历程 煎饼 是最受北方人民欢迎的小吃 小刘经营煎饼摊已有五年之久 深受方圆二十里市民的欢迎 煎锅烧热之后 小刘拿着油擦轻轻擦拭锅底 没有人知道 油擦里塞的是妈妈穿过的内衣 母女远隔千里 小刘只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怀念慈母 小刘比谁都更清楚控制成本的奥秘 刚过保质期半年的面粉是最佳选择 用它炸出的薄脆 质量和口感虽然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但利润却整整提高了百分之二百 过期面粉 本该走向垃圾桶的生命 再一次焕发出青春 闪耀着黄金般的荣耀和价值 这是一锅祖传的地沟油 颜色早已变成了骨头色 恰如小刘暗恋的英俊男孩的肤色 当油烧至二百二十度时 将摊好的面块放入 火候的拿捏是关键 十五秒刚刚好 小刘一直以来都对自己这锅油很满意 当初买来的时候 五十斤只花了一百块钱 虽然是二次提炼的地沟油 但食客们仍然喜欢它的味道 它是化学博士赵大鹏的精心之作 赵大鹏 化工大学博士 毕业后开始创业 立志把地沟油提炼成燃油 产业爆裹 然而经过半年的商业时间 它发现国外地沟油是当垃圾卖 而国内地沟油是当油脉 价格比国外高很多 根本没有任何利润可言 受挫之后 赵大鹏的未婚妻也成了别人的老婆 据说那个人的瘦肉精生意做得很大 泪水流干 赵大鹏认清一个真理 钱就是钱 没有干不干净的区别 于是他决定 从欧美市场回收地沟油 提炼成食品油 在国内出售 炸过牛排 煎过鹅干的油 自然多了一份说不出的抑郁风情 赵大鹏知道 要想让自己的地沟油畅销 精湛的提炼工艺 无疑是关键 赵大鹏宅在实验室里 没日没夜的实验着 将惨不忍睹的干水油 加热脱水 然后加入各种硫酸化合物 去除杂色和异味 一遍遍尝试着 变费为宝的奇妙转化 希望能制作出 更符合中国人味蕾的 新型地沟油 终于 赵大鹏的新型地沟油 研制成功 以其低廉的价格 在市场上所向披靡 供应了中国北方 数万家餐馆 赵大鹏也因此成为 受人尊敬的有钱人 借着迎娶美娇娘的机会 他在五星级酒店里 大宴宾棚棚 众人酒足饭饱 得意而去 没有他 蹲在厕所里 久久无法出来 这一刻 他清楚地意识到 菜里用的是地沟油 自己啄了自己的道 夜幕降临 温风拂面 大排档里生意火爆 就在油烟缭绕之处 隐藏着一种香嫩爽口 脂肪超标 且不易消化的美食 烧烤 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式 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演化 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演化至今 已然成为一种酷暑时节 多人聚会的娱乐休闲方式 即便它富含一种叫做笨病弊的高度致癌物质 能够诱发胃癌 肠癌 各种癌 即便吃一个烤鸡翅等同于吸一盒烟的毒性 但这些依旧无法阻挡人们对于这种美食的追捧 正在烤串的老王大名王富贵 奋斗多年后依旧没能做到人如其名 他至今单身养着一只猫咪为伴 因此老王发了重视 无论生活多么困难 也绝不用猫肉做烧烤 烤串生意有着不菲的利润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隐秘的进货渠道 就在店后门的密境角落 一张庄神秘交易的循环上演 趁着夜色 小周又送来两大包食材 老王并不关心小周的发型是锅盖还是毛寸 也不关心送来的是禽流杆中英勇就义的鸭子 还是为了填饱肚子而误食毒耳的老鼠 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把他们快速转化成美味的肉串 再转化成白花花的银子 周而复食 当签字穿过的那一刻 各种肉块们拥有了统一的名字 羊肉 老王把羊肉串放到炭火上 肉与炭火预示着新的和谐 动物油脂与自然在高温下达成了一种默契 跃动的火焰 硬衬着汉子憨厚的笑脸 也昭示着丰收的喜悦 少年时代的老王学过多年雕塑 这份工作于他而言是如此神圣 既是对雕刻艺术的苦心孤艺 也是对人生梦想的不懈追寻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勤劳本分的小刘 为广大煎饼泥送上了营养早餐 赵大鹏的地沟油生意蒸蒸日上 但他对自己吃的油品质要求更加严苛 而老王继续拿着剃骨刀雕刻 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 中国人从来无所畏惧 他们像伟大的发明家一样 有充满想象力的敏感与智慧 不断挑战人体可以承受的极限 舌尖上的中国风味独特 它会穿越时刻的渡场 直透人心 有充满想象力的敏感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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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满想象力的敏感与智慧